为什么不说好莱坞的片子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基本上不怎么说好莱坞的片子 我曾经提过 我现在真的是看不愿意看好莱坞的有些做派 真的是受不了 就是看见了就像呸呸呸 甚至都有一些生理上的厌恶 之所以不说 就是因为这几年 这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 好莱坞这个某某正确之风刮的 就和他们的那个黑命贵什么的 这是一样的 就是完全的只讲这个某某正确 不讲道理 就让人非常的接受不了 我曾经是这个看了大量的好莱坞的片子 喜欢看美剧 包括漫威啊 这样的这个大IP的这些作品都很喜欢 我还是很长时间是一个漫威迷 但是现在真的是 让人完全理解不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商业考量吗 那也不是 如果是商业考量的话 他没有必要这样 非往里头加这些所谓的某某正确的东西 加进去了之后 是会影响他的商业收益 我总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好莱坞越来越脱离了一个整个这个娱乐行业啊 而是向着一个宣传行业去发展 这个这是真让我没有想到的啊 就在几年之前呢 就比如说奥斯卡最佳的影片 还有像这个三个广告牌啊 像这个绿皮书这样的佳作啊 他虽然他也会有一些这个某某正确的东西在里头 但是他主要的还是冲着这个艺术性和人性啊 包括商业性这些方面去结合的 他没有把那些东西摆在这些东西的前面 但这些年就不一样 这个某种颜色的人啊 他不能成为这个反派 即使成为反派 最后也一定要洗白 我不管你编剧用什么方式洗白 反正就必须得洗白 说得通说不通啊 都无所谓 前两年商营的蚁人寺的大反派 什么什么什么康啊 这个就是黑人眼的 结果最后也给了他很多很多这样的理由啊 让他这个坏坏的很有理由 最后他也是个可怜人 在后面买下各种各样的伏笔啊 讲了他的身世 反正你只要是这个肤色的人 做这个反派 他最后一定得给翻回来 这个再往前啊 就是那个奇异博士那个多重宇宙 也是啊 里面的这个小女主角啊 就必须得是一个拉丁裔啊 然后呢 这个他的父母啊 都不是父母 你知道吗 他的监护人啊 他的监护人 那是是两个女性啊 就是一定要加到这个 这些东西进去 我都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啊 就不用说那个 跟好多国家 被很多国家抵制的那个永恒族啊 那我都看都傻了啊 一个黑人看到人类 这个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了两颗圈子弹啊 这个痛哭流涕啊 这就受不了了啊 就说我怎么怎么会这样 啊 这还有天理吗 当年在广岛和长崎扔两颗圈子 那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制止日本帝国主义 全面的遇碎啊 是不是 一亿岛民总遇碎啊 美军光跳那几个岛死了十几万人啊 如果总遇碎的话 可能还得有一两百万美军扔 扔的 如果不扔 那你二战什么时候结束呢 现在这种所谓正确的这个基调 已经啊 已经都不行了 你知道吗 日本经常会提出来啊 广岛的受害者 怎么着不能提 不能提 那你光提你是受害者了 你给其他国家带来的苦难 你就不能提了吗 咱们能不能一事说一事 对吧 你现在是确实是不这样 那你现在反过来投这个提 说当初你们是受害者 你们如果不发动战争啊 谁会去打你啊 你如果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总遇碎啊 这个怎么到底啊 你们天皇不出来投降啊 那边都已经都完事了 你还非得打 你可是一一倒民啊 那得就你们那个当时那种疯狂的那个那个那个德性啊 如果要是没有原子弹 你们指不定要让日本人再死多少人 但是美国人死多少人 是吧 所以当时扔原子弹没问题 但是现在再扔肯定有问题 你现在咱俩这个这个核武区威胁别人肯定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否定当初是错的 那现在的什么什么某某正确 就是所谓的爱与和平啊 就是这东西放到上面 这个少数族裔啊 就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正确啊 他们的存在就都是合理的 一定要理解的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你不能说你把美人鱼换成黑人吧 你不能把这个这个这个白雪公主换成黑人吧 有什么意义呢 每个族群有每个族群的文化 那你就按照每个族群的文化 你给他定向的这个头位就完了吗 黑人有黑人的电影 亚裔有亚裔的电影 你这今年这个鼓励黑人 明年鼓励亚裔都可以 瞬息全宇宙 我就不觉得那个片子好 还是给了那么多奖 真的就看着我都看不下去 包括的那个拿最佳男主角的 那个那个400斤的大胖 那个东西有美感吗 你那电影拍的再有艺术性 这弄到最后 这又是为了所谓的少数族裔 少数族裔应该照顾 但是他不能这个整个替代了大众审美啊 包括现在那CK的那个 我们看到那些广告啊 找这个黑黑的黑人肥胖的啊 这个跨性别的女性来当模特 跨性别的都不能叫女性了啊 甚至还有那种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厕所啊 必须得有这个这个跨性别的厕所 还有就是你心理上觉得你是男的 你就是男的 你心理上觉得你是女的就是女的 你心理上觉得你是女的 就可以进女厕所啊 就可以进女浴室 这什么玩意儿啊 就疯狂了 因为好莱坞是这套东西的大本营啊 就是当年那个什么黑名贵也是打加州开始啊 是他们大本营啊 就左的简直是左的让人完全理解不了 他们把这一套都灌输到了他的这个影视作品里头 导致他即使和以前极度娱乐化的影视作品 也迅速的失去了广大的手中 你光去讨好LGBQ了 LGBTQ了啊 你广去讨好少数族裔了 少数这个人群了 你把广大人群都放往哪放 你就失去了广大的市场 所以什么漫威从这个复联4之后 这个口碑一路下滑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现在拍出来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为了某某正确啊 连故事都不讲了 故事讲不通顺没关系啊 我只要最后啊 这个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就行了 这就跟我们老说 这个韩国影片警喷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它没有桎固啊 那为什么有些地方就不行 那是因为桎固太多了 现在的好莱坞 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太多的桎固 加了太多的所谓某某正确 要加到里面 你这个东西就出来就死不下 近期的很多美剧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以前美剧都是相对制作独立啊 就所以它会有很多特别出色的美剧 这两年连美剧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 什么女性权益的觉醒 少数族裔的觉醒啊 性少数人群的觉醒 各种各样的觉醒啊 他们都觉醒 主流人群大家都不敢客气 那你反映到你的电影作品 就是这样 看不下去 就是看不下去 所以就是现在 我很多以前就是好莱坞 名导啊 名演员 他们的作品 一看他们出来新作品 我都想去看 现在就越看越失望 导致我现在很多的 就是即使拿出时间来看电影 我都看韩国电影 或者看一些国产电影 我也说过 国产就即使它水平不好 但是它跟我的现实生活相关 有些国产剧也是这样 我跟它有顾名 你看美国那些 现在那些东西 本来你要是艺术性 娱乐性强 你还对吧 我们还可以接受 现在你娱乐性 艺术性也不行 我又跟你没共鸣 我跟你又没有 完全的文化认同 那我就更看不下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真的是 对好莱坞提不起兴趣来 就今年奥斯卡 以前奥斯卡 我都在那看着 每个每个拿着什么奖 谁谁谁怎么样啊 都会关心 每年所有的奥斯卡 入围的电影 我都会看 这两年不看了 真的受不了 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 你到最后 这几年 你就记住了 那个威尔什提斯 上一山入光 就这点事 杨子雄拿奖 我是挺高兴 但是那片子并不好 那片子也不是因为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电影作品 是因为大家轮着来 黑人的作品 哪一部 华裔的作品 大家也意思意思 等过两天 又该美洲裔的 墨西哥裔的 反正大家轮着来 反正只要是正确就行 只要是这种 各种正确都给它加进去 你这个作品就成功了 真的是走歪了 这路真的是越走越窄 所以如果好莱坞 还这么玩下去 它就更是玩不下去了 就包括以前的大神 卡梅伦的那个阿凡达尔 都让我非常失望 弄的那个什么狗血价值观 本来很宏大的这个世界观 弄成了个这个 这个这个家里头 一堆狗血剧 真的没法看 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 所以现在不爱说好莱坞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 点赞评论 人在这种 任何游戏 词 有一个 词